歌手说之前曾推出多首 《快制人口》的热门歌曲 累积大批歌迷的喜爱 近期他在中国展开了巡回演唱会 本月2日则到安徽开场 期间他得知有位歌迷即便身为市长人员 人带着导盲犬到场支持 因此特意录制了一段录音 当作礼物送给对方 他在录音中感谢对方愿意做自己的听众 并清楚描述了该名歌迷的穿着 强调自己有看到对方 更表示双方是在互相拯救 所有该名市长歌迷 也透过影片回音薛之谦 他表示自己看不到偶像的样貌 幸好还能透过声音 想象出各种美好的模样 虽然身体上的缺陷 给他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 但幸运得失有薛之谦的音乐 一直鼓励陪伴着自己 男人之间的互动 让不少网友直呼感动 大赞一个好的偶像 可以成就一个粉丝的美好人生 我非常感谢你 你能带着你的爱犬 穿着淡蓝色的裙子 梳着红色的辫子 出席我的演唱会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